大家好,我是游树珍,槟城人,我曾做广告设计,我获作的媒介以亚克利为主,2019年带槟城艺术团队去中国东门贵阳,一带一路文化旅游,交流州参展时,一到朱会展,回国后就加入了学会参展至今。 我这三年来四处去全国国外参展,去年年头被巴莱斯尼德格拉邀请在兵班活动,做的文宝CD雕缩作品被收藏,也有作品收藏在巴莱斯尼布拉比纳,我的获作以生命为体材,展示的作品以线条来描述生命的力量,作品带有描绘关爱, 保护社会的信息,通过颜色,纹理和符号创作的艺术品,吸引了散化者对此问题的思考。 这次参展的作品,以爱来表达亲情的重要,生命的可贵。 一张是小海龟在向她的母亲沙角,一张是在思念她的亲人,海龟但是埋在沙中靠阳光温度浮卧。 小海龟出生前,她母亲已离开她,回去海里,所以她要靠自己努力爬回海里。 中厨遇到各种天地、鸟、灾难、阳光暴晒,回到海中又要奋斗求存。 她至少在没有母亲保护中成长,她需要母爱。 这两幅画在隐私小海龟对母亲的思念。 她希望母亲能常伴身边给予呵护,而且能实时向母亲撒娇,得到母亲的光怀及爱。 而且也比喻人生,总会遇到各种波折。 只要勇于挑战自我,奋勇向前,成功之路就在眼前。 这话告诉我们,有妈的孩子是个宝。 所以父母在生时,请好好珍惜。 由于是在疫情期间,请多陪伴家人,好好珍惜生命。